哈喽,大家好,后面这个牌子是不是有点斜了? 这谁转着呢?有点反光,人人身而自由看不清楚吧,看得见吗? 要挪动一下位置,往后面一下,反光 博语的本来说的是北京时间,这个眼睛是什么? 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昨天才从亚春回来,天气变化比较大, 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有一些着凉了,头疼,鼻塞,等到晚一点,撞的好了一点,10点半才过来, 然后这个先前设置的链接也又出了问题,没法通过那个链接直播,所以换了这个链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及时接到通知了? 那以前那个链接,根本就没法点击直播,只能看见链接在那儿,所以比较奇怪,不知道为什么 目前好像还没有人 现在开始吗?还是 看一看 线上还有朋友 提的问题,看看他们人在了,上线了没有? 你 接的问题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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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决定讲这个中国未来福利制度的设计的 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养岛 大家都知道 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特别是压在青壮年劳动力图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又没有养岛保险制度 养岛福利制度 年轻人出到少数共产党的特权阶层 他们有养岛金、退休金 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的 都靠子女来养岛 然后孩子上学 而且说是义务教育实际上有很多各种效服 各种费用 还有什么预防针 而且这些针也不保险 还可能把孩子给打残废 甚至因此失去生命 所以压力都很大 但是目前就有一个倾向 就是中国一直以为这个学校的教育 包括这个媒体 就避免 有意地回避这个福利问题 虽然它自称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就没有给人们真正的福利保障 所以有些人还是受这个毛泽东时候的虚假宣传的影响 认为当时给到人们免费的 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 实际上并不是 那时候一个是农村的合作医疗 就是赤脚医生 你想想一个文盲就学了几天 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 然后就回来当赤脚医生 就没有多大的真正的叫什么 医术价值 并不能真正的治病 甚至可能经常会开错药 那时候本来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 这个头疼感冒 其实头疼也分很多种 感冒也分很多种 就凭当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出 人均寿命低嘛 就这种低保障 那像现在在法国六七十岁 在法国德国六十五岁退休 很多人到七十多岁 还是非常棒的劳动力 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 尤其技术方面 这些老工人经验也丰富 所以就是 而中国人很多农村呢 就是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这一个是对劳动力是其他的浪费 另外一个也是对人的尊严的生命不尊重 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故事仅仅的 是由你同志者剥削的 然后早早接受生命的 这跟法西斯有什么区别 你有脑洞力是强迫你脑洞 没脑洞力就把你熬成肥皂 把皮身的做成皮带 皮包衣服品 毫无人性的 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多人并不是所有的 大多人是一个模模糊糊的 觉得应该这个应该有保障 但是具体怎么样呢 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也没有深想过 但是少数人呢 就是受这个当年的虚假宣传 虚假共产主义的宣传 他们认为就应该这个免费 其实大家都看出了这个弊端了 所谓的免费就是大锅饭 到这什么后果呢 就是当年所谓的自然灾害 前一年或者半年就敞开吃 把食堂的东西都吃掉了 把从农民家收来的什么猪啊 鸡啊 羊啊 所谓的收给集体所有 反正不是个人的 大家都吃吧 那些没有 先前不是这些家出的所有者 管什么 吃的就是白吃的 反正不是我的 然后先前的主人呢 所有者说 反正现在不是我的被他们拿走了 不吃也白不吃 就到最后 粮食没了 米饭 白米饭或者是 面粉面包 馒头什么没了 然后肉也没了 独羊牛 鸡牙也没有了 然后就正好又碰上了个大征收 就所谓的毛泽东要 本来苏联没让他们还债的 毛泽东也要在国家充老大 在亚非党小国家面前充老大 说我们也很厉害 不要你苏联的援助 把粮食都收上去 还债还你苏联 很多人饿死了 所以这打过犯的坏处 不管你干好干坏 甚至不干活 你都有社会保障 你生病可以看病 女工劳动孩子也可以上学 甚至有些人还说要免费住房 这是很多人也提到过 有房子住 然后养老也不用操心 什么不干 当一辈子混混 到了老了也可以免费养老 这其实都导致了 不仅是社会生产率低下 生产率低下 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像很多国家 像非洲的很多国家 生产率也很低下 人民都很难 其实像这个意大利 西班牙也很难 他们工作效率也很低 但是他们的社会水平 社会不管是物质还是文化方面 都比中国强多了 社会保障呢 更不用说 他们的社会保障 其实比德国还好 所以就是免费这个 社会保障 是绝对应该保障的 但是免费不是个解决方案 这个免费导致的恶性循环 越是不干活的人 他越是快活 你干活的人也跟别人一样的保障 大家都不干活 起码没有积极性的 所以这是要澄清那一点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你像德国 他的社会保障也很好 你失业了 你也不用担心 是会饿死 会露宿街头 甚至会孩子没钱上学 或者是将来没钱养老 这都是不用担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个基本生活保障 当然北欧有的国家就是 不管你干不干活 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就每个月都领到一千多欧元的基本收入 这是因为他们是叫什么 经济发展很好 特别是这个金融方面 他们赚了很多钱 当然这个钱其实也包含着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博削 通过这个金融制度 这也是一个弊端 但是他在自己 起码他自己国内的国民他保障 而且他的教育水平各个方面都很高 就已经避免了说人混之混合 当然还有少数人心里有问题的人 就是天生脑袋 治理精神方面有点问题的 这样的本来就是社会应该负担的 应该承担对他们的义务 他们可能不劳 德国也有的金氏民粮 半斤人民 天生什么不干就在桥下面 在密教桥或者什么 运动堡这边也有河 很多河 就在那个桥下面住着 你也不知道他们天生干什么 反正就有那么几个人天生在那自娱自乐 你天生听见他们在那聊天 你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垃圾话 反正就是毫不意义的 人家说的很高兴 这是这样的人你不能抛起来 因为谁都有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 作为人类整体来说我们有义务 起码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能够让他自己感觉快乐 不受到限制 你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人就受到 要么就受到父母的残暴罪贷 殴打 要么就换到精神病院去 那工作人员更长 父母就更恶劣 父母起码还是给资女 对罪 所以再怎么也还是有爱心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给他们保障 另外养老 就是所有的人 你都得保障他起码能生存 德国其实有很多老年平民 为什么呢 而且特别是女性 这是因为二战的时候 很多德国人都死了 打仗 一个是打仗打死 另外就是被苏联关集中营里面 整死了 战出集中营 所以德国女人都 那时候的战前大家都知道 但是历史原因 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高 甚至都没有受过教育 那很辛勤的脑子 二战以后 其实基本上就是靠妇女 恢复了经济 再加上美国的帮助 加上制度改革 加上德国人的勤奔精神 从毕斯麦时期 就是18世纪年 19世纪后期 到现在21世纪 德国的经验也慢慢衰退了 但是当时还是从中得意的 所以德国也恢复得很快 经济恢复得很快 但是当时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 而且当时人民收入也不高 人家父女们账户不在了 还要抚养孩子 也没有多少钱购买商业保险 所以现在就在德国 老年贫困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很多老人就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吃的 那就有一些地方 就是在超市 就把快过期的 萎缩的就是 缩水的或者湿水的 这个食物 或者快过期的 就以很低廉的价格 一大包一美元 或者零点五美元半美元 一欧元或者半欧元 两欧元就卖给他们 就拿回家去 当然也还有 有些这是老人一方面 另外一个 也有一些人受教育程度差的 可能是有些制定分析方面 或者精神方面 就是他们没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也没法就上学 很深入地学习 特别是女性 她们就自助力差一点 她就很可能就没有结婚 有三个四个孩子 这样他们家庭也很平均 而且孩子们就难得吃上一顿 正常新鲜的蔬菜 或者是肉类 都是买速冻食品 所以都是从第三世界国家 那个养殖厂 它们速冻迈过来的很便宜 这个波南 波南的肌肉压肉养殖业 所以有些就是 政府这样的也要给他们保障 这就是提到孩子 教育不仅仅包括学校的教育 你还在包括孩子教育 包括抚养的教育 社会抚养家庭抚养 当家庭没法负责 社会就要买 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子女的话 孩子下一代的关系 在未来国家的发展 一个是培养劳动力 另外也培养他们这个 现代公民意识 让他们知道如何保障什么 社会制度 民主 德国的原则 国家原则 一个是民主原则 共和原则 联邦原则 社会福利原则 还有一个叫 Demokratie Hepokonique Bondes Nant Sucian 还有法制 法制原则 让所有的人 起码他即使他没读多少书 他开始就学到了 知道这个原则 其实一个 一个智力不太高的人 他也知道 我有民主权利 我有自己的公民权利 议员必须为我的利益服务 所以这些 对他们也是 培养下一代 也是保障国家正常运行 所以就是国家也是 最理想方面都有儿童金 就是孩子从出生 一直到18岁 政府就每个月给父母 多少多少钱 特别多 几百欧元 远远不够孩子 抚养孩子所需的 所以就是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 政府需要 或者一些社会机构 德国也非常鼓励 这个公益机构 德国就是 平均有统计 每个人平均是 三个公益机构的成员 当然有些人 也很自私 但有些人很热心 他从来是更多机构 四个五个 更多机构的成员 公益机构的成员 就帮助这些价值 当然我们首先 这是制度上 要保障 鼓励大家设计的公益机构 我也多次讲过 公益机构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可以捐款 把人给免税 给给税 这是一个方面制度设计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政府也要给这样的 贫困家庭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政府里面 有这个 Jungan Arms 就是青少年办公室 就是专门是统计啊 帮助啊 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 或者这个有孩子的贫困家庭 可以给他们 都进行经济上 还有这个心理上 还有包括给父母的职业培训 这各个方面的配套的 叫什么援助 然后这个德国的孩子 如果你18岁以后 你还在上学 可以一直到25岁 父母都可以领这个钱 可以领这个儿童金 特别有些 如果是这个天上有障碍 上次我们介绍的那个 视频里面 一个访谈嘉宾 他有阅读账困 他没法阅读 这是个问题 所以他能签个字 在文件上签字的话 也是无效的 所以就是他费的他的 费的他的带领 他专门的一个 政府给他指败的 一个律师做的 爽一带的 他母亲父母 现在是住在英国 父亲 但是英国外交官 她母亲就跟着过来 那他自己也跟着过来 后来发现 德国比英国好 留在英国 留在德国 不回英国 父母当中 他就回英国 所以这就是一个 你保障的弱势群体 或者是贫困家庭的权益 你就是保障整个人类的尊业 你想想在中国动不动灵力争吵 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他们都有足够的保障 也受到足够的这个 民主 人权理论教育 或者是观念的影响 人们他都是不愿意去 向往和平的生活 谁愿意沉浸 去跟人家争承 心里不快乐 不快乐 所以你 这也是对整个社会和平的 和谐的一个保障 然后就医疗 医疗当然这是非常重要 你起码每个人 觉得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德国是这样的 就是所有的人 即使你失业了 你可以由政府 给你买保障 买保险 政府付款 就是他们有这个 有国家的保险 国家保险 但是他还是由公司来运作 就不是由政府来运作 政府运作就能产生腐败啊什么的 当然他们这个公司还是 官僚主义还是很严重 经常一拖拖半年一年 这也是很正常 有时候就社会 有效益和这个保障 也就没法兼顾 这些人他就是 其实他们收入 德国的普遍收入都很高 他们收入也不低 但是他觉得他比那个私营公司的收入还低 私营公司其实收的 服务态度好多了 收入也高多了 保障也全面 但是他就是工有制 他就是工有企业 他就是国有企业 他就是效率 效率就是比私营企业低 这是人性的弱点 吃大锅饭就是这个 但是他起码保障 这些弱势群体 他生病的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不至于病死饿死 当然是有钱人受到 得到医疗保障就更全面 随便一个电话医生就直接到他家里去了 因为普通人如果投的是公有保险 国家保险 我们叫国家保险 你只能自己去医生 他在排队预约 这女犯 这女犯也得预约 这位女犯的 他反正他接着收入 那个月收入太低了 比如最低收入保障 政府也会给他补贴的 所以他也无所谓 一天上门几个小时班 你那么一个发两个发 没人预约的话 他就很高兴 如果你没预约 即使他那儿没人 他也不理你 所以你说这个公有 社会保障养活一部分男人 这也是这样 大多人他愿意过更有尊严的生活 他当然就愿意更多的老 那少数人 他就所谓的支付 你记得德国的福利很低 所以这保障也就400亿元 如果你失业也就400亿元 400亿元能干什么你想 在这边 很多地方房租就不止400亿元 根本就 有些人担心说 社会福利制度能导致 大家都变难 这并不是这样 大多人是愿意过这个富足有尊严的生活 少数人心里有问题的人 他才会自暴自弃 所以就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担心 你要进行有些 如果你在社会问题有疑问 要进行统计 或者进行数学分析 但是他这个基本保障是出于人选 但是他并不是说是免费 为什么呢 你所有人都在自己买保险 如果你没有失业的话 买养老保险 买新疗保险 你像我一个月交将近200亿元 这是非常低的 其实 你看有些高收入的 特别是年纪大的 因为我健康状况好 医症没生病 就交的保险低 如果你生病的话 你交的保险低 比较高 这就是自我负责的意识 你在一个民主制国家 自由 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意味着你要对自己负责 你为自己的健康 为自己的养老负责 你的工作 你在教养老保险 保险是怎么发展起来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你就受到这个共产党 渔民教育的人 他认为保险 就是政府包办一切 你又不是个家畜 人民养家畜 给他治病 给他吃的时候 是为了杀了吃肉 或者是要挤奶 或者是为了让他生产小家畜 来杀了吃肉 或者是产奶 你是一个人 如果你被别人养着 是为了什么 那别人养着你 就是为了博学你 你就没有了自由 你没法决定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 你也没有你的尊严 保险的产生是 由于当年西方刚发展的时候 航海业刚发展以前 西方现有恶劣的环境 地理环境 一个是很等 尤其中欧北欧发达 现在很发达的地方 都被森林覆盖着 所以农业收入并不高 牧业也不好 所以后来就发展了航海业 大家都或者是狱野 大家出海打狱 出海打狱 为什么出海打狱 风险也很高 为什么大家后来 保险业从他们发展起来 就是他们如果出海的人 有人去试了 让他们脑部孩子是一样的 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我面对他不舒服 他就大家都卖鱼啊 或者说大家都凑钱 每家都出钱 如果谁去试了 就从这个基金 就成为一个基金 从那个基金里面 拿钱出来 呃 你一个人完成不了 你觉得很多人 甚至一个村的人都一起出去 然后卖的予率就 钱就是大家所有 很容易从里面拿出钱 慢慢慢慢就发展了 后来随着这个各行 这个保险呢 就大家都学到了 在各个行业 就是大家自己缴费 因为你不是一起出海啊 或者一起出去打猎 就是农业也是个人 个人负责个人的田地嘛 商业呢 就跟别人 所以就是大家都凑钱 就加入一个基金里面 然后如果谁出了意外 就像说破产啊 或者是生病啊 或者是出事故了 受伤了 伤势劳动力 甚至去试了 就有这个潜力 就发展成了保险 所以这个保险你首先是一个 从劳动所来的 保险并不是说 你不劳动 你就得到这些 这是从理论上 或者是实践上 也是这样的 也是一个社会责任 正常的有劳动力的人 照顾那些没有劳动力的心理 或者是身体 身理上有疾病的人 这样的人 毕竟都是少数 也是为了社会和谐 这些人如果从这个 共产党的理论来说 从实际利益来说 金钱方面来说 他们如果有了保障 他就不会偷 不会抢 这一般的心理有问题 你也不知道他会干什么 急了他就甚至去拿刀子烂捅人 你如果让他生活的 有保障 他几个人躲到桥线上 瞎吹牛 你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 就是互相悬要 互相攀比 你也不知道他们攀比的什么 很有意思 但是他自得其乐 就是从自私的角度来说 其实上你不管从哪个宗教 宗教是一个 宗教当然里面有好多 因为当年统治者 未来维持社会的 也在里面加了很多 你从现代伦理上来说 人都有同情心的 也都有向往崇高的一样 如果你的邻居里面 含含沉沉沉的穿的衣服遮体满身狮子 你也不会痛快什么 心里会物伤其内 物在 当然是中国的一个古代的成语 物并不是指无极物 指什么树啊 锅子啊 墙壁啊 石的话这些 他这个物是指动物 而且不是低等的人 不是像蚯蚓那样的 动物他知道伤 就是他的同类遭受困苦的时候 伤心 会同情 人就更应该了 这是个伦理方面 这是现代保险制度的基础 因为当年1883年的时候 德国当然是毕斯麦宰相嘛 就是铁鞋宰相 他统在德国 然后德国当年 德国人是很独立自主 就是很多小国家 而且像中国的封建时代 周朝的时候 春秋战国的时候 所以就是他们 当年中国也 中国人也是向往自己 武士的精神 还有那个御让 这就是在侵蚀流民的人 后来就被各界专制王朝 也制到没有 成奴才 所谓的奴家 所谓的三抗五常 那样的 我们要恢复人类的本性 爱好自由的本性 都爱好自由 都就为导致民主 为什么 一百个人 你刚开始很愚蠢 或想杀来杀去 结果发现 因为这个政治理论呢 有一点就是 人其实是平等的 为什么 你再厉害的人 双权南地四省 你也可能被人暗杀 你不可能时时刻刻 保持紧闭 因为时时刻刻保持紧闭 人多了几个弱者 两个弱者就可以把一个强者干 所以到最后大家都学会了和平共处 尊重对方 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 个人就让一步 让大家都满意 或者是完全满意 起码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几十 大部分满意 不是说大部分人满意 少数人都满意 这就不对了 应该少数人也会报复的 就是每个人百分之八十满意 大家都妥协一下 这就是自由党之后 如果没有自由到人人被奴役 这社会就不公信 所以中国人也会有争取自由的权 你自甘无奴 你不愿意争取自由 你只有被别人剥削压迫 那就是保险的根本就是 一个是自我负责 另外一个是自由社会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 不肯定保险之后 当年毕斯麦为什么 虽然当时他是铁铁宰相 他打仗也在靠人民 人家不支持你你也不行 你想就讲一个例子吧 就是穆罕默德时代 穆斯林 伊斯兰教创始时代 为什么那些人都愿意跟随他 因为他当时打仗抢到战略权 还是平分的 跟着他有利可图 如果他当时不尊重这些教能 不尊重跟随他的人 那他也很快就会被衰反了 当年毕斯麦也是这个情况 他的人民追随他 当时的德国人民追随他 是有利可图的 所以他的尊重这些人 保障这些人的利益 当年马克思主义在 或者共产主义运动 在欧洲的发展 印象他本来马克思的德国出身 长大了 在德国生活 影响力很大 BCWMI为了对抗 这个共产主义运动 工人组织的运动 再引入到这个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是疾病医疗 所以这些都是抗争的 你没有自由的人民 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就是首先的 我再三强调的是人民自己争取 指望国外也不对 很多人就文化理解 这些人所谓的 还是很活跃的民运人士 一个是吹捧 吹捧川普 我们可以从文化水平上来说 水平有限 对政治对经济各方面都不了解 甚至对伦理道德 什么中国人 特别老一代的人 就被共产党洗脑的人 连畜生都不用了 哪怕他是民运人士 他根本就不懂什么人 伦理什么道德 所以吹捧川普 至于吹捧国文贵的 我就不想评论 那些人我早就把他 从心理上开复出民运队伍 这个不值一提的 当然也是我们关系很好的存掉 就是叫旧事论事 从国文贵事件上我看出来 首先认知上就是武作制 另外道德上非常不堪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人都是多面心 人都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 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还是要与人为善 而这是题外活的 你像川普这样的人 有多次评论都能过 上次在政治制度里面设计 所以将来不能搞完全 美国式的三权分立 行政权总统一个人 不断通过内阁制 总统和所有的部长一起开会 然后每人都有一票 比较平等的 得票率超过多少 超过50%或者超过三分之二 一项政策才能实施 最后它紧急状态法 侵略战争 世界大战的时候 你可以授予总统紧急状态权 让渡部分集体权 集体决定权 当然集体可以随时内阁 可以随时反对预见开会 召集内阁会议访约他 所以说到半年就是 你使人要争取 没有争取 没有自由的意志 不自由物林死 或者不自由物林战斗 没有自由 我就宁愿实缺一些舒适的 深入环境去抗争 起码能做到 现在不说一百多年前 或者是二战以前 这动作就是死你死我活了 现在毕竟环境变了 有很多方式 所以当年你是没法通过 现代化的媒体联系 别人共同反对 你可以通过行动去抗争 才能激起大家的关注 现在很容易的 现在你互联网 你就可以做产业消息了 你可以同时和互联网上网 全球上网几十亿人联系 如果你沟通技巧好 再会外语的话 也要有团队 大多数中国人外语都很差 所以就是团队做一个团队的话 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要有 也会懂懂外语的 懂法律的 懂科技的 懂经济的 懂政治的 有沟通技巧好 这所谓的外交 懂外交的 这都要成为团队的 另外就是宣传的 在国内的宣传很重要 没有人认同你 他不知道真正的 很多中国人就知道 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要有民族自由法 他不懂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也听说过人权 但是他这个模糊的概念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怎么动力去争取 你像一个从小在山里生存 出生长大的 没读过书的人 你告诉他出去打工 他就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他也没有购买过任何现代化的产品 他就不知道那大城市 或者是工业城市的工厂是什么 他就没有动力出去打工这个 所以你的手里 让他知道什么是这些权益 以及如何通过民主 选举各个方面 游行示威抗议这些保障制的权利 争取和保障制的权利 他就没有动力 这是很重要的 刚才就提到了 就是这些 有收入的 有一部分的 抱歉 这个房间很大 而且暖性 可能密尾过好 老朋友看到就是 中间很大 这边呢 在我那穿袜子 这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雇主 就是企业啊 或者是公司啊 交完另外一个 这个中国 学到了 其实中国民法 是后来就是 文革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才从德国引进的 几乎是 大部分 中国的民法 都是照搬 德国 不管是什么 遗产 大部分都是照搬 德国 中国是不愿意 因为极权 所以不愿意引进美国的法 但是为了应付这个 国际 大部分的TO的压力 不得不成立这些 不得不引进这些法律 表面上说 我们也尊重私有产权 尊重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 叫什么 经济社会的人责任 所以他引进了 从德国引进了很多法 但是在中国 就没有实施 因为那个雇主和雇主和这个 叫什么雇员 出一半 而中国的很多 特别是工厂 并没有没有 他们和当地政府的保险顾问 和政府监督顾问 互相勾结 或者是 这个也是 这会是 没有民主监督嘛 人们没法贯彻自己的监督 没法保障自己的 所以这个 当然教育这个方面 是绝对要免费的 但是德国还有一方面 他这个学前教育是不免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理论 他说你父母本来就可以在家照顾孩子 因为德国的这个产假也很长 父亲也可以休假 那孩子出生的是 父亲也有一段时间的免费 免费 叫什么 全新 全新休假 产假 全部公司 公司 然后母亲 可以三年的 可以有三年的产假 还可以保护职位 然后收入是 一年好像百分之百 就要百分之百 递减 所以 你可以在家照顾孩子 所以政府就不负担 而且这个 有些这也有一定的 心理学或者医学 社会学方面的一些背景 因为医学认为 孩子跟母亲的话 就在心理健康有好处 有可能 因为医院原理 一个人照顾不能那么多 而且有些 各方面有些 投缘性格相合 相合不相合 比如说 有些性格 孤僻一点 可能就受到别的孩子的 冷落甚至欺负 或者甚至就不得了 医院原来 叫保育员 或者老师 他们的 无意识地冷落 因为他 不太喜欢他 或者不投缘 就给他多多少 这孩子就当然 没有受到父母 那么百分之百的关爱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可能也考虑经济因素 所以国家不愿意负担这方面 当然这个可以进行讨论 也有人建议 幼儿教育 或者是幼儿园圆 托儿所 是应该由国家负担 这个将来可以 咨询或者经理学专家 教育学专家 医学专家 进行充分的讨论 然后辩论 大家听起他们各方面的意见 在议会 或者人民决定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就是医疗 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可以买私人银 比方国家医疗 它也跟中国一样 中国就更差了 但是中国是一个很 中国在各个方面 都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来说明 因为他脑走也不是免费的 因为你有工作的话 你就得花钱买 给你们的工资水平 工资水平 工资高就出钱多 工资少就出钱少 但是你将来想着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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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实业 也可以帮你 帮你付房子 工作 你不去的 当然这些 行李活 就是 社会高 这些 像在一个 德国这个社会 社会地位 是 当然比中国的好一点 中国不同的社会地位 完全 就是完全 百分之百 凌驾驭之上 随便 愈杀 愈多 像 官二代 这样的 一个小警察 就随便把一个普通平民给干掉 杀掉 打死 德国不会出现 但是社会地位 影响也很大 这也是个弊端 比美国这方面并不太明显 像德国这 当然德国你从外表看不到 因为德国人并不花钱 却在衣着上 不像法国人虚弱 我也很瞧不起法国人这 文面工作 不像那些很 粗俗的字眼的心态 所以这是这一种 爆发后的一种心态 所以就 你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外表上看不出来 然后就不可能出现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政府雇员 他就随便就敢 忽视某些人 当然他们也有 经常忽视外国人 他们经常看着我 以为我就是一个 偷渡过来打工的 在餐馆打工的中国人 但是最后突然 当我不高兴的时候 训练他们两句 他们就把他们做 就感觉太短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是 我们目前的制度 并不完美 需要不断的进步 所以就是 包完一切 最后就只是政府一拳主打 所以说就是 你说的多 就是说的少 就是说的少 当然在看病的 你如果是国家 一定要报销的话 看病报销就是一样的 交的多 报销的少就是一样的 因为你收入多 你做贡献多 因为他这个国家医疗保险 就是这样的 就是归求公平 照顾这个低时路段 你可以额外的买这个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 报销很多 国家医疗保险 你退缘就是他不给你报销 你牙齿手术 他不给你报销 他一天只有一次清理牙结石 给你报销 但是如果你是私人医疗的 其实也不贵 更便宜些 总体来说更便宜 但是你交的可能是比这个国家医疗保险多 但是如果你 你 大病的 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就是大病 就是这些 花费高的眼镜很贵 然后这个牙医也很贵 这方面就报销更多了 但是你脑类以后那就更好了 你修到的 照顾就更好 但是 其实德国人就很独立 只要是脑子不能动来 他就很独立 不像中国人以脑卖脑 很多人以脑卖脑 特别是这个 红运兵 脑红运兵的 就是制度造成 并不说人性 并不说中国人性就差 中国人性就差 就是长期的政府的高压洗脑造成 而且我前面提到过 你在政府给你连续找工作 找了几次 两次三次以后 你仍然拒绝了 政府就不再给你付了 只给你每个月十业金 四百五元左右 再不帮你付房租了 但是国家医疗保险 政府不帮你付了 很少 本来就 没有收入 所以就有些人就在怒诉了 要么就租住便宜的房租 虽然刘文堡这个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艾尔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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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人很多 一个小镇 所有人都 房租都很高 所以刘文堡在大城 刘文堡就过得很 就很唱 这边有一个例子 如果你到房租基的地方去 你看这阿亨 它是在这个 塔尼科隆 科隆虽然不远 但是它是这个 与与与与与河南交界的 一个城市 那么房租很低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很多穷人 明显 去就会看到 你看这边 我觉得这边 就外观很多人 黑人的 阿拉伯人的 难民们 你在这边也能看出来 他们的难民 但是你如果去阿亨 就很明显觉得 他们是难民中的平民 这边的难民 实际上是难民中的 高收入者 所以就还是不一样 其实面望 所以就是 如果他们在那平均的地方 我不知道房租 可能他们就是 政府补个几百欧 几百欧元 而且他这个 补贴行 也继续 平均收入高的补质就多了 所以就是 拿补贴的人 就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所以你就不要羡慕他们 尤其受到这个 并不是因为没有尊严 没有自由的问题 所以就是在正常国家 没有多少人 除非他有问题 心理和生理疾病等 否则你是 为什么人愿意去 不工作 只靠这个拿福利的 你也没法拿福利 你也没法过上 不说正常说 你吃住就是问题 你只能露出街族 在这边很多乞丐 在德国乞讨是违法 但是出于人脑考虑 检查一般不管 就在自我负责 你的劳动 起码在这边 如果你当个搬运工的话 收入也不会太低 一千多欧元 起码能养活自己 而且还可以买得起车 付房租 这边食物也便宜 房租虽然贵 相对那个 但是某些地方的地区也不贵 德国也有些相对贫穷 当然他们的贫穷 比中国富裕的却富裕的 相对德国来说 但是贫穷地区也相对难散一些 这是性格决定 或者与家庭教育 与当地传统的 就是还是回归到那句话 你首先要有争取自由的意志 不自由抗争 不怕暂时牺牲一些舒适的 或者是失去一下自由 长通或短通的 一个要抗准 另外一个还是得学习的脑洞 不然的话 社会保障也只能保障 没钱吃饭 还饿死 但是他们在农拉汉冬天 德国还有社会福利机会 就是一些收治 在冬天气温低于多少度的时候 就专门晚上开车 到时候转 就收到救助站里面 然后有人发现如果有这样的人 他自己不知道有这样的救助站里面 可以打电话 告诉他们 他们开车过来接过去 这绑上基本的人群 这一个是实业保险 或者是教育保险前面已经说过了 在德国所有的教育中免费的 而且孩子如果一直上去 上25岁父母就给你们了 有儿童金 因为他要负担孩子一些 然后孩子在父母家住的话 持住的话 就可以做一封补贴 因为德国人强调独立 孩子趁年 父母就要赶他们出去 没有收入 逼着你独立 然后就是养老 养老前面也提到 德国有很多老年贫困性 政府也就每年 如果你没有买保险的话 当年有些人就没有这个意识 而且二战有过 在那个前面讲政治制度也提到过 会流于什么的 这就是人类政治 不能是政治商场 只能说这个整个 目前人类文明还不够 目前我们整个人类都是商场 当年二战以后 本来就是很多纳粹官员都被 但是因为苏联战了以后 把东东很多国家都搞成 他的附庸国 然后美国就是封闭的 也不是全球领域 其实也是为了人类正义 为了保障德国政府当年能够快速 所以就会混起 你叫什么 混起来的那些官员差不多 有些人有保险 所以这个 我在那别的事情也说过 当年这些老纳粹官员再次掌权呢 一直到70年代 一直到下一代长起来 他们从别国 从法国的电影中知道了二战 纳粹史 他们就不知道德国有个丑陋的历史 他们才开始反抗这些老纳粹官员 所以德国的新左派的历史 发展起来 所以德国才慢慢走进正义 以前老纳粹官员掌权的时候并不好 所以人们现在这个导致的遗留就是老年贫 所以如果他子女没有高收入的话 而且这些人呢 子女也收入也不高 因为实际上他家庭贫困的子女 收教育成本也不高 所以政府每年也就只能每个月就只能给他几百欧元 还好的是很多人呢 他有从组队继承下的房子 基本上不用付房租 但他们冬天有的就烧不起暖气啊 冬天很冷 我们每天暖气开得足足的晚上还冷 而且他们的老房子 他也没钱进现代化的改造 现在改造加上月圆材料啊 就保障暖气不外泄 他们也没钱 所以就更冷 冬天他们只在卧室里面开暖气 他只能保障一个房间里面 想象很困难 有些人就把房子租 租一间租给中国学生 而且租金也很低 他们甚至就没有 他们就不知道城市里面 或者是别的普通的现代化租房租金做事 因为因为房子很老 另外一个他们也跟现在 他们也不会上网什么 现在社会原理又脱节 所以就是政府给他们纽约几百欧 虽然多几户 小病小灾的也得到致命 你像在德国如果小病小灾的 你是江南医生一般的 就不给你开药 因为他们就是真正的认为 药不是好的东西 护到外面的也不用了 如果你不是非常有钱 你不像中国 胡锦涛 那样的 小病小灾 但千万能保障他们 这就是要讲的一些基本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在国外旅游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黑瓶呢 就没有病了 或者是受灾了 包团公司也要给你赔付的 这是当时不用想 那昨天有个人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是 他问这个德国的 我提到那个 直选比例代表 他同时进行一张选票上是 直选代表名单 另外一个选票是党派名单 他就问这个 如果党派得票多少 然后直选的是不是排出去 直选 比方说 某个候选人得到100票 然后他所在的党也得到100票 或者200票 实际上这100票 从这个党派里面得到200票 减出去 这是 这是两种计算的 就是完全分开的 因为直接选的 直接代表名义的 这个是 当然它实际计算起来很复杂 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导致议会越来越大 所以他就是有这个 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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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将来会在德国政治上详细讲 他很复杂 他也计算在里面 但是也不能完全把它排除 这样你就真正的为侵探民意了 对这个将来详细讲 这个叫季伯勒问江苏金苏鱼苗事件 这个就是 与今天的主题无关 我们今天就是讨论这个社会福利制度的问题 和疫苗疫苗问题 就是 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独裁统治 这已经不是牵涉到福利问题了 还有没有 但这个 福利制度啊 就是 说一些题外 就是 川普 我经常把川普的口径等头看待 川普的恢复这个全民医疗保险 医疗保障 其实这个是对的 川普这个人就是一直没有 学问 没有文化 没有道路 全保险是对人类讲 我前面讲 是对人类 人类 尊严 尊严的一个 报告 你穷人 他 他并不是 很难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造成 要么有一个天生的质量 体积的问题 有些人他就 工作一会儿就不行了 或者无法集中 不为力 他就没法试入 学习 好好的工作 他平行干 他就简单的 甚至就没法长时间去工作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这个有问题 他 他就没法每天去工作 不可能有个固定的工作 你 这样的 你得让他有 想着医疗 基本的医疗保险 不可能让他受到 受到疾病痛苦的折磨 基本的人道主义 他们就是废主义 就是为了 生完某些人的选项 就是很道德 如果德国 美国实行这个内部 其实德国也是 虽然是总理 总统是虚指总理是实践的人 但是美国的实行 在德国的实行 内阁实行 就是总理 他可以制定这个指导方针 但是这个指导方针是受议会建议 议会这么不满意 的话他就要保决料 然后如果议会没有保决料 就是这个指导方针必须在管制 就是内阁会议在讨论问题 必须依据 在这个指导方针的范围内 进行讨论 但是他不能总理 就现在默克尔 他不能就有 就有什么意思 独断 比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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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尼士要 挪欧亚这个官 就是更内阁制 他们内阁很小 你看我 以前出示过一张图片 网站上的文字版也有 内阁就是一张小桌子 所以说 那些七八个人 就哪像中国的 开个会议 就不到 就一三个 他们排上了 他们桌子上 连杯茶都没有 就那些七八个人 就开了内阁会议 从里各部部长 这样就 一方面就精神 财政开支 另外一方面 防止这个 行政专权 个人专权 美国总统的权利 就太大 他当然是 200多年前设置的政策 制度 需要改革 就是要限制总统 不作非为的权利 还有没有人在线 没有的话 就准备下线 当然这个孤立 最重要的是全民所有的人 在共同 因为小数民族 另外就会在 这就要提一下 新疆 西藏 当然他们 如果他们成为独立国家 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沦洛卫的中央国 去世 塔萨克斯坦 接着基斯斯坦 又腐败 又没有民主 人民实际上的痛苦度中 而且还威胁到 其他国家的安装 所以我的倾向是 就目前如果继续 目前的肠 应该是让他们留在 这个大年帮之内 当然也可以到时候和日本 新加坡 这个国家协商 沉溺亚 中央西藏 中央西藏 中央南亚 俄罗斯 我们也可以 当然这个 虽然我早就有这个设计 但我也没有说出来 我担心俄罗斯 会采取措施 我们可以鼓励俄罗斯 俄罗斯 亚洲部分板块脱离俄罗斯 参用我们的亚洲联盟 俄罗斯 是一个太差的外面 如果这个亚洲板块的独立出去 他们就失去那十一国 的森林 俄罗斯 就没有 目前他们就很差那么大的国家 是中国的两倍 都那么大 经济 能力不如中国的一个省 如果你把 他的这个亚洲板块 给他弄出去 独立了 这样俄罗斯就没法为非 做的 联合国 就没有发言权了 太有意思了 提到俄罗斯 竟然网络不稳定的 算限的 希望那个视频还是能够传出去 希望那个视频还是能够传出去 另外一个 他也有意思 你没有网络的 是奇怪的 因为应该是网络完全断了 珍惜对了 我们做什么问题 渐渐好好好 就 就是这个纪博朋友说的这个江苏惊呼疫苗事件 这还是大家如果能有跟他们家长联系啊 这还是跟他们交流沟通一下 没有抗争现在抗争方式也不起作用 政府就这么就不理你 他有军队还有写架还有枪 就在一样联合起来 迂回战争 从别的方面来出错 具体怎么做 根据当地的情况 各地的情况不一样 就大家给他们 起一个叫什么抛砖引玉的作用 让他们自己去想出更好的办法 最终如果你不推翻这个 独裁压迫人的制度 就是人们的保障 人们的权益甚至生命 健康就是没法得到保障 这个开起来 这个开起来 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另外一个电脑 没有往后 嗯 这个网络一直在这个链接中 你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话 传出去没有 先去把它 今天就到这儿吧 啊 人涛 哦 我这边还能看到 收到人涛的消息 上面这个网络 还是这个 呃 什么 视频传出去了 我到这里也很不问题 有什么问题吗 讨论一下 发表一下你们的建议 对这个 对这个福利制度 有什么问题吗 讨论一下 发表一下你们的建议 对这个福利制度 那我这个 直播啊 对这个 呃 YouTube搞鬼 弄得不停的转移 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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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直播的这个 频道这个账号是多少 我自己想找到 他 在别的电脑上 找到他 就还在 还在 还在 打开看一下 查看一下 我搜一下 我这边能不能 看到这个 视频直播 有意思的是 我转了一个别人的视频 那个视频被在别人转了很多年呢 就观看率也有一万多 也是英文版的 但是说这个 中营股份公司 这个中营股份公司 好像是台湾的 他已经没有版权了 那个配音 那个反正应该是被这个英国的买票 然后他经常提报我 把我的视频 附近删的 限制到我的这个直播权限 每次到第三个月快到的 三个月快完 他总会找到新的借口 把我的直播权限再封三个月 他绝对是游泳 他会这么巧 没有意思 然后另外那个 另外一个发布那个视频的一个账号 也是私人账号 然后那个视频就一直没事了 现在还在 然后这个观看树木也在增长 就是那个八百壮士 就是讲当年郭军守四行仓库的那个历史 林青霞秦汉的主演 别人发的没事 而且他这个英文版本 这并不影响他的这个 他是1975年拍的片子 75年 78年 已经40多年了 不知道还收不收百分百保护 即使他收百分百保护的话 也不影响他在国内的 我想他的电影可能也没法在国内播放 也不影响 或者说他要在国内影院上线 但是李青霞版本在国内影院也没法上线 所以也不影响他的收入 单单单单的把我给取回 别的就 别的账号发的事情就没有 现在信息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任涛 刚才我讲的这个俄罗斯远中的 亚洲版块的那部分 你们听到了吗 传出去了吗 嗯 现在没法收到我的新干号 那一楼 所以呢 我说那一楼 要不失去 要不失去 现在没有想慢慢来打开我来找到我这个账号 我给你 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任涛 还有这个 纪博 你可以打字 然后我帮你读出来 你对这个 福利制度 中国未来福利制度的设计 或者是设想 我这边的重播听起来还可以 声音还不是太断